我们已经在这个房车营地住了四个晚上了 今天早晨一大早我们就要开始上路到下一个房车营地了 我们要把所有的水电还有下水都给收起来 折叠已收好 这里边是专门放电线的水管电线 就把它放到这个盒子里面 就是我们晾衣服的架子 要把扩展再收进去 我记得在网上有时候看了一些很有趣的图片 有的人竟然没有收扩展 就开车到了高速上 它可能是因为扩展收不进去了 扩展出问题了收不进去了 所以它没办法 它就只能开着扩展一起走 这个地方可以放一些工具什么的 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用的 因为有一些在营地里边 有时候你在外面用的一些东西特别脏 你也不愿意再放到房车里边了 你就可以把它放到这里 我们的平衡杆准备好 记得我们提防车的时候 其中的一个平衡杆上的箱子找不到了 还好 平衡杆的地方帮我们找到了一个备用的 虽然这个大小尺寸跟原配的那个不太一样 但是也能用 所以我们就先用着 到时候到了一些地方 看如果能买到顶替的 就再买一个 这个箱子应该买一个放在这儿当被用的 如果一旦实在找不到的话 你连行车都拖不走了 这是说多年的 真空 theater 的可能寸 不avasga 拿银子 对 好 十五分钟 多完整理 再离开 凉 加酱 一部分 一部分 搅拌 但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之前要检查一下这个链接有没有链接好 我们一般就是分五步 第一步就是这个平衡杆挂好了 第二个就是这个拖车头完全进去了 这个箱子也下去了 然后把它用锁把它锁好 第三步就是这个链子 这两个链子把它全挂好了 第四步就是电线 连接后面房车跟前面卡车的电线 把它绑好了 第五步就是这个保险绳 拉的这个保险绳 把它也连好了 走之前要检查一下这五步 如果这五步 这有个小虫子在我这个手机上 我之前要检查一下这五步是不是做好了 这五步要是做好了 它就没有问题了 这三步是不可乱的 中途线